晚上好 阿姨姐姐们 哥哥姐姐们 你们都吃饭了吗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嘛 晚上好 晚上好 多打一波 晚上好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嘛 你们都吃饭了没有 晚上好阿姨 晚上好 姨阿姨 晚上好 晚上好 直播机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嘛 你们好 你们好 大家下午好 晚上好 晚上好 姨叔阿姨嘛 都打一波 晚上好吧 晚上好 你们好 姨叔阿姨嘛 哎呀 晚上好 晚上好 吃饭了吗 阿妹 我刚刚吃了一点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嘛 我刚刚下播的时候吃了一点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嘛 我刚刚吃了一点了 我吃了一点 哦 肚子虾虾啊 肚子虾啊 哦 肚子虾 晚上好 你们都吃饭了吗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嘛 妈 四个小鸡吃饭了 我吃饭了 我吃饭了 晚上好 晚上好 哇 湿了 你们都吃饭了吗 哥哥姐姐妈 你们都吃饭了吗 吃过了 好的 好的 这个点了你们 你是上一门 你们应该也吃了应该也吃了你们这个点了都都七点了是不是哥哥姐姐妈都七点了你这个时候你们也应该都吃了饭了应该都吃了 哎呀 哎呀 对你们吃了就好吃了就好 哥哥姐姐说阿姨嘛昨天的话本来本来说要让你们跟那个阿姨见面了但是阿姨跟那个婶生还有奶奶他们聊的太嗨了哥哥姐姐妈聊的太就是就是挺聊的来的然后他们就一直在那个家 只剩下家里面烤土豆吃呀那家阿姨都舍不得过来然后后面看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都说呃也也都十一点快要十二点了嘛他们说第二天还要上班还要带小朋友去上学所以说我们就下了我们想着是今天今天跟让阿姨跟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们一起聊聊天的就是跟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们都见一面的但是阿姨的话她今天早上呃今天早上她就认识了一面的 就是说呃因为那下面还有事情她就说她得要走了她得要回去了所以说明哥把她送下去了哥哥姐帅嘛明哥就把阿姨一直送下去了我也要不好意思就是我也不好意思呃让阿姨留下来我让阿姨留下来跟我直播所以说我也就是我也留了他们我说你们又不是天天来多玩几天再走那些但是阿姨说确实是没有办法 他们他们就是等后面有时间了再上来玩阿姨她可喜欢我们这边呢就是可喜欢我们这边了她跟我的婶婶还有奶奶呀呃婶婶的这周围的几个奶奶一起他们几个聊的可好了哥哥姐姐们他们那天晚上一直都在那里一直都在那里吃东西就是吃那个烤土豆她说这边的烤土豆跟外面的那种土豆不一样她特别喜欢吃我们这边的烤土豆 阿姨年轻嘛年轻哥哥姐姐姐们真的好年轻啊阿姨阿姨好年轻的真的而且人也人也长得真的很好看哥哥姐姐们阿姨人长得也很好看也挺年轻的但是我一开始我就害怕她不习惯我们这边呢呃就是不会过来会不习惯的但是没想到她跟我奶奶还有婶婶他们几个都聊得很好阿姨 阿姨是明哥的妈妈是不是是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是明哥的妈妈明哥的妈妈是的是的我就一开始我就害怕是他们几个会也就是呃沟通呀那些不好的但是没想到哥哥姐姐们没想到阿姨还是很平易见人的跟我婶婶呀还有奶奶呀他们几个聊的都很好哥哥姐姐们跟婶婶呀还有奶奶他们都聊得很好还一起烤土豆吃那些哥哥姐姐们 他们还一起烤土豆吃啊那些小明去哪了呀呃明哥的话他把就是阿姨送下去了他把阿姨送下去了真的我跟你们讲阿姨他真的很平易近人跟我跟婶婶还有奶奶他们几个都很聊得来小明多久回来呀呃我刚刚给他打电话的话嗯没有打通 我不知道哥哥哥姐上午我现在还不清楚阿姨是不是很喜欢你呃应该喜欢吧哥哥姐姐帅妈给阿姨的感觉应该喜欢吧因为阿姨他对我挺好的哥哥姐姐妈因为阿姨他对我挺好的那天他上来以后呃还给阿姨真的哥哥姐帅妈哇塞我背了一个背头去他们买的东西可多了叔叔阿姨们他们买的东西可多了 我背着一个背东西我去背东西然后明哥他们每个人手里还拿着几袋这样子真的我都很不好意思哥哥姐姐们阿姨他买了好多东西啊 然后呃哥就是阿妹的话本来想着的是给阿姨他们弄一只猪吃的哥哥姐姐们弄一只猪吃的我都准备好了那个猪我都准备好了的但是明哥和阿姨他们都不让我阿妹弄你弄猪 他们说不用这样子不用弄猪随便弄一点就好了他们说一直拦着一直拦着最后我就给他们弄了一只阿妹这边的土鸡哥哥姐姐们我就最后就给他们好不容易才给他们弄了一只土鸡 猪都不让我弄我一直我一直都是说要去弄猪弄猪他们一直拦着我一直拦着我然后后面我跟你们讲哥哥姐姐们就是嗯就是是不是因为呃应该是在意才会去关心 对不对哥哥姐姐们应该是在意才会去关心呃那个阿姨的话是这样的阿妹一呃就是等他们吃完饭后我一直在那那个地方收拾东西收拾碗筷嘛呃阿姨他就看我们这边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的晚上的话比较冷所以说他还给我拿了件衣服哥哥姐姐们阿姨他还给我拿了衣服他说呃他说让我不要感冒了要穿衣服要穿好 所以说我们这边晚上的话挺冷的让我穿好衣服阿妹你有送母亲节礼物吗我送了送了哥哥姐姐们 阿姨姐姐姐们我送了哥哥哥姐姐们你们猜我送的是什么 说说阿姨们你们知不知道阿妹送的是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阿妹送的是什么礼物啊 不知道呀你们猜一下 你们猜一下哥哥姐姐们都说不知道都不知道是不是 是这样的哥哥姐姐们呃呃呃我送的是一个呃送的是我们这边的不是鲜花哥哥姐姐们不是鲜花不是鲜花 我给阿姨送的是我们这边的这边的东西阿妹家的商货应该是送的对哥哥姐姐们哥哥姐姐们今天早上阿姨他们走的时候阿妹给他送了送了两只土鸡哥哥姐姐们阿妹给他送了两只土鸡 然后昨天不是母亲节吗阿妹的话也没有什么条件对不对哥哥姐姐们阿妹的话也没有什么条件 因为阿姨他们在外面的话什么东西都见过就是说我去买我去街上买礼物的话 我又我我也买不起贵重的东西如果说我买便宜的东西对不对也感觉太呃不是很不是很有诚意 不是很有诚意就觉得呃 心意心意心意就是没有多大的心意哥哥姐姐们 最对不对送礼物最主要的是心意对不对哥哥姐姐们我去街上买的话对不对我那种贵的我也买不了便宜的话也确实是 嗯拿不出手哥哥姐姐们所以阿妹的话我我准备了我准备给阿姨送给阿姨的是我们这边的东西哥哥姐姐们送送的是我们这边的东西 但是我我一直都我一直都拿不出手的但是没想到我我就是因为不送也不好对不对不送的话也太没有礼貌了对不对 所以说我就我就给阿姨送了我们这边的东西阿姨她可喜欢了阿姨她可喜欢了她说她就喜欢我们这边的这些东西 对我送的是我们这边的特产给她我送了我们这边的就是呃这个大厦里面的东西哥哥姐姐们 我以为阿姨她不会喜欢的我以为阿姨她不不会喜欢的但是没想到阿姨她很喜欢哥哥姐姐们没想到阿姨她很喜欢 阿姨她都一直都在跟我说谢谢谢谢她而且我还看到她她拿手机拍了以后好像发给自己的朋友们了她好像还发给自己的朋友们了你们说她是不是是不是喜欢所以她才会跟呃朋友们分享呀 哥哥哥姐姐你们觉得是不是是的大哥是不是的大哥不是哥哥姐姐吗阿姨她是不是因为喜欢阿姨送了阿姨干什么 你搞什么什么搞什么你做什么杀猪杀羊吃你都不叫我是不是今天就只有你一个人了啊你差我的你还差我钱你都不还 你为什么你你就有有钱买金 有钱啥啥呀我当然是骗自己肯定就是骗自己肯定不是没有呀我昨天我昨天是因为有客人我昨天是因为有客人所以说你有客人那你哪来的钱你不说没钱吗你骗自己肯定 你意思没有什么意思吗 你怎么不叫我来的呢 是紫钉吗 没有 这个是谁 我也不认识哥哥姐姐吗 应该是我们那边的村子里面的邻居 他说昨天晚上 我家里面是不是来了亲戚 来了朋友 他说我家里面弄那些猪 那些鸡 怎么都不叫他 他说怎么都不叫他 你为什么不叫我 为什么 这就犯有今天就你一家人了 是吧 都不犯我 不是的 你对不对 我这周围的邻居 他们都知道阿妹家里面来了客人 我不认识他应该是隔壁村的吧 那我怎么去 那我怎么不知道 他们都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 你你你我也没见过你 你不像是我们这边的吗 我不是这里的 男的我是天上的呀 人都不认识 为什么叫他 对于哥哥姐姐说说阿姨们 他说为什么我昨天弄鸡弄猪都不叫他 真的很奇怪呀 我都不认识你 我怎么去叫你吗 我们这周围的邻居 他们都是 他们都知道的 他们都 他们都说 你看不起我吗 这翻译机里的人都认识我 就你不认识我 我没有说看不起你呀 因为我不认识你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这周围的邻居 他们都知道的 有些还他们 我叫了他们 他们都过来了 你这样搞 你这样搞太过分了 你什么呀 哥哥姐姐们 对不对 我都不认识他 我怎么去叫他吗 他说为什么昨天晚上阿妹家来的客人弄 弄 弄鸡弄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 你不要弄我的椅子 你不要弄我的凳子 真的很奇怪 哥哥姐姐们 他说为什么昨天晚上阿妹家弄猪弄鸡 那些类有客人了 是不是看不起他们都没有叫他来吃 你就是看不起我你 我什么看不起你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看不起谁 我真的 翻译机里的人都认识我 就你不认识我 你什么意思吗 你真是趁荣荣的看不起我呢 我什么看不起他 有哥哥姐姐帅吗 他他乱给我抠帽子 他说我看不起他 他说这方圆机里的人都认识他 但是昨天晚上我家里面弄猪呀弄鸡 他我都没有叫他 我不认识你 我怎么叫你吗 是不是啊 那你看得起我 你为什么不叫我 不叫我来吃那个羊肉啊 猪肉啊 鸡肉啊 我不知道的吗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你的吗 你为什么不认识 不对 那别人都知道 我为什么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呀 我都没见过你 妈 看没这个 我 你翻译机 翻译机里的人都知道我是谁 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 你这样还没见过 我真的不知道的呀 叔叔阿姨妈 哦 你这样搞就不好玩了 妈 你真的是 你真是气死我了 我现在很生气 对不对 我不是说什么 你说看不起 你不给你面子 怎么可能吗 我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说 要看不起谁啊 那些的 那你为什么不叫我来吃啊 点自己吧 那我真的没 我不认识你的妈 我都没见过你的妈 我不认识你 我怎么去叫你妈 那你为什么不认识我 我怎么知道我不认识你 哦不 你这个真的搞的 他哥哥姐姐帅吗 他说 他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认识他 我怎么知道 我为什么不认识他 我俩都没见过 没对不对 你怎么 你这个人真的是无理取闹呀 我在这一带很出名的 你为什么不认识我啊 你为什么 你什么叫 你在这一带很出名 你不要弄我的盆子 你干嘛要弄我的盆子 你盆子又摔不过 这是铁玩意儿 真的是 你看都凹进去了 那个盆子都凹进去了 拖了一块儿了 这是在买呗 你表哥 我表哥是村头 我告诉你 你表哥是村头 那也不能这样子呀 那你也不能这样子呀 对不对 叫你表哥过来 把村头叫过来说呀 他说他在我们这一带很出名 说为什么不不叫他 他说他都没有面子了 说不给他面子 说是不是看不起他 怎么可能吗 对不对 叔叔阿姨们 我都不认识了 我怎么去叫他吗 那范园吉利的人 你都叫了 你就不叫我 你这样让我很没有面子 我只是 我叫了我邻居们 他们呀 对不对 我我都不认识你 我都没见过你 我无怨无故去你 家里面叫你 别人还以为是什么呢 你一直都认识我呀 你为什么不认识我 你这样搞 你真的是 就气死我了 你真的很奇怪 这个人真的 我哪里奇怪了 我哪里 你不要再弄我的盆子 你不要弄我那个盆子 你干嘛要弄我的盆子 你看都凹一块进去了 哪里凹了 哪里凹了 你干什么 你真的是 上一期里都认识我 就你不认识我 你什么意思吗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不给我面子 什么看不起你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我都没叫你 我在做鸡肉 你在搞什么呀 你们吃鸡肉是不是有这个盆子了 我把这个炸了 什么吃鸡肉是吧 你干什么呀 你疯了呀 你是不是有问题呀 他说 他们我们昨天晚上吃鸡肉的时候 是不是拿这个盆子给它装的 你真的是你这个盆子啊 你真的是你这个盆子啊 你干什么啊 你这是我把它炸了 他说昨天晚上我们吃鸡肉的时候是不是拿这个盆子装的 你拿我你这个你拿来我 你这个你这个还有羊肉的味道 卧槽 你真的是 什么羊肉的味道 昨天我们没有吃羊肉呀 那为什么这个朋友羊肉的味道 哎呀 你真的是很莫名其妙的呀 这放野鸡里的人都叫来了 就不叫我 还吃了个羊 那我不认识你 我叫你干什么 我不认识你嘛 那你为什么不认识 而且我叫不叫你 这本来就是我自己的对不对 我自己的决定 是不是 我不 你这个人还不给我面子 你为什么不叫我 你放野鸡里的人都叫了 你就不叫 这都好奇怪 哥哥姐姐嘛 这是亲属的你 上一次 上一次我 真的是把我盆子拿来呀 我把这个炸了 我等我 我石头给它炸了 这上面还有羊肉的味道 我们昨天都没有吃羊肉 还有羊肉的毛你看 你这个是 你这是在搞什么呀 你这个是你这样搞 我把他炸了 你看嘛 你你你继续去录吗 我这个手机是招着你的啊 我这个手机招着你的 你招着我干嘛 我招着你的 你不要招住我 我手机招着你的 我手机招着你的 你走不走 你不走 我手机可是录着像的 你让我走就我去走啊 你这样让我很 我手机招着你的 你走不走 你走不走 我马上叫 我叫村里面的人过来 你走不走 你去摸掉你吧 我我我表格是出头 你我我怕你啊 啊 我把他出头怎么了 你你你你再弄一下 你再弄一下 我马上把这个这个视频录着 我我手机对着你的 有很多叔叔阿姨都看得见的 你走不走 你走不走 我你三个给你扎了 真的是你要再改来的话 我就拿棍子打你了 你拿棍子打我不信 你要再过来 你要再过来的话 我就拿 我就拿棍子打你了 真的是很莫名其妙 我为什么要叫他呀 我都不认识他对不对 我爱叫谁就叫谁 对不对 哥哥姐姐吗 我本来就是这本来就是我自己 对不对 我愿意叫谁就叫谁是吧 而且我也不认识他 我都不认识这个人 我都不认识他 哥哥姐姐吗 我为什么要叫他呀 对不对 我都不认识他 他说都不给他面子 妈妈 你干嘛 你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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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机对着你了 你对着我干嘛 你不要对着我 我手机可对着你的 我手机对着你了 我手机对着你的 你不要 我手机对着你的 我拿棍子要打你了 我拿 我要拿棍子打你了 你该打我 你该打我 我拿棍子要打你了 你不要挡着呀 你不要挡着呀 我不要挡着呀 我不要挡着 我拿棍子打你啊 我不信你打我 你该打呀 你不信是不是 你把我盆子放下 我都放 把我的盆子放下 你以为你 你以为我怕你啊 你过你你真的是 你把我盆子放下 你要把我盆子拿到哪里 拿到哪里去啊 你把你盆子扎了 你过来呀 你游主不要把你的脸挡住呀 你就把你的脸露出来呀 不要太稳了 你不要看我 我就不打我 你真的是 你这个你这个是 你最好是把我的盆子放在那里 把我的盆子放好 他把我盆子都拿走了 叔叔阿姨们 他把我盆子都拿走了 你把我盆子放下 你把他砸了 你这个人有问题吧 你干嘛要拿我的盆子 一直在那里砸呀 阿妹别过去了 你要是再敢再敢过来 我就拿这个棍子打你 你最好是不要再过来了 我就过来 这个人真的是 算了吧 哥哥姐姐吧 算了吧 叔叔阿姨们 他这个人真的是 他把我盆子拿来丢着玩 我那个盆子以后还怎么拿来吃饭呀 是不是 不行 我不能把这个棍子放在那里 我得放在我这边来 我得给他放到我这边来 是不是哥哥姐姐们 阿妹在哪里我来保护你 阿妹的话在农村里面的哥哥姐姐们 阿妹的话我在农村里面了 农村里面 好了 不要理他了 我我真的是 那个盆子 我就当是送给他的吧 就当是送给他的吧 都已经不能拿来吃饭了 哥哥姐姐们 他一直拿脚来贴 放在那底下 拿来搓着 怎么还以后还怎么拿来吃饭呀 是不是 这个人真的 他以为他表哥是村头就怎么了 是村头就可以这样子吗 是不是哥哥姐姐吗 他是什么人 他说他表哥是那个村头 他说他表哥是村头 你这后面 这后面有人 这后面有人 哥哥姐姐吗 这后面有人走过去 这后面有人 这后面看到没有 哥哥姐姐吗 如果他再过来的话 你就拍照 好 哥哥姐姐吗 可以的 可以的 你们看到没有 刚刚后面有人 是不是走过去了 你们看到没有哥哥姐姐吗 你们看得见吗 哥哥姐姐吗 你们看见了没有 你们看见没有 刚刚有人从后面 从我后面跳过去了 你们看见没有 哥哥姐姐吗 刚刚有两个叔叔 从这里跳过去了 刚刚有两个叔叔 从这里跳过去了 提高警惕 提高警惕 你看嘛 我我这个棍子 我都还放在这里了 我这个棍子 我都还放在这里了 如果他再这样子过来 飘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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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那里 从他从那个玉米地穿过来的 这有一个玉米地 这下面是那个豆子 这下面是豆子 他从那个地里面穿过去了 两个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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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后面的山有猴子吗 我们这边有猴子 哥哥姐姐们 我们这边有猴子 真的有的 猴子真的有的 就是以上一次前一段时间 猴子他们都有很多很多的猴子都下山来了 有很多的猴子都下山来了 他还我们就是坐在我们那个公路边边 然后我们拿那个东西给他吃 他就跟人一样 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给他的话 他们就要不给的话 他们都不过来 他们不不给的话 他们都不过来 我给的话 他们就过 他们就过来 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谢谢一直给阿妹点赞的哥哥姐姐们 你们这下面给阿妹点点赞好不好 你们这边给阿妹点点赞好不好 一直给阿妹点点赞 哥哥姐姐们 你干什么 哥哥姐姐们你们看 他一直在那里弄我的盆子 你们看 哥哥姐姐们 看他一直在那里弄盆子 那个盆子 你真的是 但是你干什么呀 你有没有礼貌呀 什么羊肉呀 我我昨天都没有弄羊肉 你你到底你怎么回事 你这个人 我这手机可是对着你的 你没事 你一直在那里踢吗 你没事 看到没有 哥哥姐姐们 他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啊 他说我那个羊肉 我那个盆子上面都还有羊毛 说昨天我们吃羊肉都不叫他 阿妹走了